最近娱乐圈的分手戏马屡里上演,小巴本来只是默默的吃瓜,但看多了这种物是人非,的事情也难免伤感。 好在天天向上十周年给DK亚的娱乐圈,带来了一丝温情,血久不见的小武,套二斗,重返了天天向上的现场,虽然小武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走上舞台和兄弟们合体,但镜头扫到他时,无数观众也表示泪奔了。 这次十周年活动,天天兄弟为毒圈了奥迪,就在大家纷纷猜测奥迪是因为之前的矛盾赌气不来时,他立马更不说明自己,是因为家中智三无法赶到,还趁希望抱抱韩,为什么要抱韩哥? 因为在这次节目中,汪涵深情的向兄弟们道歉,他觉得这十年来,自己没有尽到做一个哥哥的责任,他说,我忘记告诉浩鸣,拍戏是有危险的。 除此之外,汪涵还说自己应该跟欧迪道歉,欧迪之所以会离开天天向上,是因为自己没有努力的,好好的规劝他。 此话一出,网友都分微信疼欧涵,因为这十年来他真的很不容易,天天向上这个节目,是由欧涵来担任制片人道,主持团队,节目内容都需要他来把关,每一次天天兄弟换血,都要遭到观众的质疑,总觉得换了人就不再是原来的感觉。 而且,天天向上总是希望将庄华民族的传统精髓展现给大家,所以娱乐性不会那么强,这些年的收视也就不那么尽如人意,但这些压力汪涵都顶住,了。 这张兼职了十年的节目口碑一直都不错,本以为画风会是一片感人至深的和谐画面,没想到热门评论中竟有人说汪涵很假,更有甚者说,这些话从何老师嘴里说出来会更感人。 看到这些,小八仔细想了想,大家觉得汪涵假,一定是他在说这些话时没有哭,何久是一个泪点滴,且很感性的人。 而保读师书的汪涵则更为理性,这些人也很少见他在舞台上落泪,而且,他的这番话真不真,从台上嘉宾的状态就可以看出来,于浩鸣几次类分。 当年他出事之后,汪涵还白头策划了一个口号叫,天天兄弟六缺一,天天等浩鸣,就是要让他知道,哪怕你出事了,天天向上的舞台永远有你一席之地,后来浩鸣也确实回来了,虽然已经不能轻松自如的接梗,但汪涵一直都有小心,的照顾他的情绪和感受。 之后的离开,也是因为于浩鸣想清楚了自己的发展,选择去做一名演员,失业浩二虽然很久没有出现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,但私下会经常和兄弟们聚会。 这次听了汪涵的一番话,也是眼眶大红,抢着泪水,田园也在控制自己,不让泪水流出来,一直和汪涵并肩作战的前锋,此时已是内流满面。 小八完整的看了这期的天天向上,汪涵一席话,言辞之恳切,实在是很难让人和贾联系在一起。 四十四岁的汪涵一直在尽自己的努力,去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? 第一,乔千轩有内涵,这样的林茶屏主持人,在圈内并不多见。 小八希望时光能对汉哥再温柔一点,让他的头发和胡子再白的慢一点,因为还有下一个,下下一个十年在等着他。